好家庭 看家风 好家风尘就好人生 五星红旗 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 不养姑娘 光尘场 与爱的歌声满天涯 大家知道你是中国人的时候 那种尊敬 那种热情 我能昂得起头 千万个小家庭 就会成了我们现在这个 大家族的欢乐 人人献出一点爱 然后我们这个家才会更好 我们这个国家会更加的完美 歌唱祖国 你看谁来了 特别节目 有请王芳 王维念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天涯为你带来的歌唱祖国 你看谁来了 特别节目 今天也欢迎今天呢 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 永福才有家 家和万事兴 那么今天呢 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一位嘉宾 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有请 富敌生全家 有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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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在我们的特别节目中啊 我们请你们一家人为我们开场 首先呢 因为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 我觉得老朋友来我们的节目会 特别开心啊 谢谢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富敌生老师 任静老师一直呢给我们带来很多正能量 什么时候呢都感觉你们家好像没烦恼 是这样吗 谢谢 其实我们小家庭也应该是 就是说每一家都非常喜庆 是的 这样呢 千万个小家庭就汇成了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庭的欢乐 咱们今天的主题呢还真就是有国才有家 家和万事兴 你们一家呢是我们千万个家庭中的一个代表 富豪 我想问你啊 在家里边你说句实话 老爸老妈平时这个恩爱的多呢还是争执的多 那肯定是恩爱的多呀 好 那么在恩爱的多的一个过程中呢 是爸爸让着妈妈还是妈妈让着爸爸 一般都是这个爸爸前妻比较强势 后面主纵认错的还是我爸 比如说他观察的挺细 提升哥呢从八十年代 应该九十年代初啊就参加各有大赛了 说明在那个时候 您也是很有怀传梦想的年轻人啊 那个时候跟现在比这生活条件差别太大了吧 我们刚结婚那个时候 就是说别说手机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那个时候从最开始那个电话 家里没有电话 有电话得那个去 楼下叫 对楼下叫 从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开始创作演唱啊 然后一点一点的有手机 从那个开那个车是那个两个缸的 那个 哦 你还开过那个 弄不好火花塞就堵了 就是就会停在路上了 但是呢 从这个生活上的这个一点一滴这个过程 感受到了祖国的变化 是 这个变化呢 就是说给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都带来了这个无穷无尽的这个好处 幸福 温暖 所以我觉得在歌颂祖国这样的方面呢 我们一家都深有体会 我们用我们的精力就可以创作出 就是那些让我们感觉到温暖 那种歌颂祖国的歌曲 太棒了 太棒了